你好,欢迎来到关系攻略 本周呢,我们把职场新人攻略说了个明白 而职场新人指的不仅仅是刚进入职场的人 而是整个20岁到40岁的成年早期 现在呢,我们一起来整体的复习一下 看看你在职场上还能有哪些改变和作为 先来看第一篇 领导说你不成熟的时候,他在指责什么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成熟 成熟是有能讲道理,能接受别人讲道理的能力 而且拥有原则之外有变通的能力 这个变通啊,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寻求出路所遇到挑战时 要求你的思维不仅基于逻辑和原则 还要用实际经验,道德判断和价值观做基础 就像咱们在七零攻略里跟你说的话 我不在乎什么给老师送礼会影响社会风气 我只在乎你要不要赢 如果送礼能保护你的孩子 那就大胆去做这件事 这就是成熟的底气 另外成熟还需要抛下很多领域的二元思维 比如青少年自我中心主义 这是一种自我热衷的状态 在这种人的眼中啊 全世界都在盯着自己 他们会虚构许多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然后用这种看法对自己百般折磨 有的人虚构完这类看法会迁怒于对方 这样的青少年很容易陷入个人神话当中不能自拔 觉得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是独一无二的 刚进入职场的小伙伴 一定要尽早改掉这个性格 最后总结一下 当你的领导或者同事在指责你不成熟的时候 他可能指责的就是以下这几点 一 做事不讲逻辑或者理解能力差 二 你做事不够变通 三 你纠结于小处的对错 影响了大局上的输赢 四 你太自恋忽略了别人的感受 这四条应该是你要记下来 每周用这四条对照一下自己的行为 看看自己犯过这类问题没有 好了 咱们继续复习第二篇 你很闲吗 居然想在职场上收割友谊和幸 办公室里的恋情和友谊对许多人都是一个坑 对职场新人来说 这个坑尤其凶险 这篇文章里 我们提出了一个20岁到40岁必须要明确的13件事清单 现在再说一遍给你听 如果你有哪条不清楚不明白 可以留言给我一起讨论 第一条 心理上独立于父母 即使不结婚 也应该尽快摆脱妈宝的地位 二 对自己的身体负责 包括健康和性 三 意识到自身的个人生活史和时间限制 四 整合性体验 明确自己的性取向 有人在这阶段会发现自己是同性恋或者双性恋 五 学会恋爱和保持亲密关系的能力 跟四 紧密相连 六 做生育的计划 如果是女性同性恋希望生育 还面临着谁来怀孕的问题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里 海青演了一个怀孕的T 她心疼自己的女友 愿意自己怀孕 七 和孩子保持关系 亲子关系 注意啊 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小学时候的父母比较暴躁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也是他们压力最大的时代 八 和父母重建成人关系 有的人变成奴隶 有的人变成朋友 还有的变成父母的欺凌者 九 职业技能的成长 十 选定一份职业 不少人都在三十岁的时候面临转行 十一 用金钱来训练 培训自己 经营自己的关系 健身算吗 当然算了 十二 承担一定的社会决策 比如丈夫 儿子 父亲 和职业上的师父 十三 适应伦理和精神上的价值观 刚刚啊 咱们说了 二十岁到四十岁 是一个人的成年早期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这个时期 你的时间 都会用来应付成长和自己的转变 职场对你而言 是最难应付的事情 你应该做的 就是集中注意力 不应该在职场上 试图交朋友和谈恋爱 这就是告诉你 职场上不要一心二用 因为你的注意力是有限的 而职场又是非常凶险的局面 这种情况下 在工作中交男女朋友或者好友 你的时间和精力会被牵扯 劳累会让你的判断力下降 而且你在职场上要考虑自己的利益 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超越利益得失的女友或者兄弟出现 你的判断就会增加许多羁绊 做事缩手缩脚 还有一种可能是你会对对方有过高的期待和依赖 导致了错误 导致了错估形势 当你还把对方当兄弟的时候 你可能正在大义灭亲 职场上的兄弟 谁先背叛对方 谁受益 接下来进入咱们第三篇文章的总结 第三篇文章是 现在换行业来得及吗 讲的是转行这回事 在国内啊 大部分本科毕业生有两次选择机会 一次是17到19岁时候的填报志愿 第二次是年龄为21岁到24岁时的实习和找工作 有些父母倾向于让孩子延迟选择 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酝酿 考研就是一种变通方式 他推迟了第二次选择 那为什么我们会入错行呢 根据发展心理学理论呢 人们在成年早期阶段对职业规划做出的选择 不仅取决于薪金的多少 职业地位和自尊感也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 在工作三到五年之后 一些上一次选择不满的年轻人 会逐渐醒悟过来 外表光鲜的工作 会因为自己不喜欢或者不擅长 让人觉得损耗很大 很多人的职业偏好是变化的 第一阶段是幻想阶段 持续到11岁左右 儿童在选择职业时 通常会忽略技术 能力和工作机会的多寡 只考虑这份职业听起来是否有意思 第二阶段是常识阶段 覆盖整个青春期 常识阶段的青少年 在思考职业生涯时 开始把一些实际情况纳入考虑了 比如职业的要求 自身能力条件和兴趣 同时呢 他们也看重自身价值的实现和自我目标 以及某一职业能带来的工作满意度 第三阶段是现实阶段 人们进入成年早期后 根据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实习经历 明确了自己的职业选择 随着学习的深入 人们逐渐缩小选择的范围 并最终做决策 如果你想要转行 可以做一个关于职业的资产负债表 一 列出你本人决定从事某项工作 可能获得的收益和付出的成本 比如你损失的薪水 奖金 期权兑现 必须要接受的培训等 二 列出你的家人 因为你的选择而获得的收益和付出的成本 三 预计你从潜在职业中获得的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 四 预计他人对你从事这个职业的社会肯定和社会否定 其实呢 无论你再怎么精心准备 转行也是一件充满动荡的事 遇到这种问题 可以回到关系攻略 读一读职场系列的文章 可能会对你有所启发 来看看本周的第四篇文章 如何克服中年危机 发展心理学上的中年 一般称作成年中期 指的是40到60岁的这段时间 这是一个充满质疑的时期 人们发现了生命是有限的 开始质疑一些基本的假设 心理学家莱文森认为 这种因为重新评估人生 发生质疑而带来的不确定 和优柔寡断的状况 就是中年危机 这篇文章中也有40岁到60岁的人 必须处理的任务清单 我们一起再听一下 一 应对身体的变化或疾病 改变身体意向 二 对成年中期性生活的变化 进行适应 三 接受时间的消逝 四 对衰老的适应 五 遭遇父母以及同辈人的疾病和死亡 六 面对死亡的现实 七 对配偶或者伴侣关系的 重新定义 八 与长大的子女和孙辈 深化关系 九 维持长久的友谊 并建立新友谊 十 巩固工作统一性 十一 给年轻人传授技能和价值观 十二 有效分配财务资源 十三 接受社会责任 十四 接受社会变化 从这个清单中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 人到中年的好处和坏处 人到中年有哪些坏处呢 身体可能出现问题 要承担的责任会变多 工作压力比较大 要操心孩子的教育 要挣更多的钱 当然 有坏处就一定有好处 比如到了中年 体力没有太严重的下滑 对数字和文字的记忆力 虽然会略做损失 但可以用意义记忆来弥补 比以前更有智慧 社会地位更高 比十年前更有钱 更有对抗风险的能力 孩子那里 我能获得不少的快乐和成就感 这样一来呢 你就会发现 步入成年中期的好处 比坏处是要多得多的 在一些行业当中啊 成年中期的人会更有优势 中年人们会迎来自己的黄金时期 比如医生 律师 CEO 高级管理人员 金融业的从业者 官员 应对有中年危机的人也很简单 不要对他们的世界观 做反抗和不耐烦 他们对那种事情敏感 在本周五的第五篇文章中 我帮你详细分析了 周瑜 鲁肃和吕蒙这三元大将 昨天呢 我们也请大家在后台留言 希望我下周五解读 什么经典作品或者人物 在今天的文章中呢 你依然可以留下 你希望听到的作品或人物 我们会在周一的文章中 投票选出下周五的解读作品 好了 咱们下周再见